大家好,我是文瑞 我在韩国做中文教育很长时间 每次去讲课的时候 面对这些学生 特别是去企业 面对一些企业的高管 我经常会观察一个点 就是观察他们的脑力 我发现很多韩国的企业高管 他们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 但是他们的思维非常敏捷 然后记忆力也很好 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也很准确 你看跟他们在一起接触 他们年纪虽然很大 但是你觉得他们好像年轻人一样 就人的大脑的年轻程度 这是一直是我观察 很多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今天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呢 就是最近有一个视频 就是习近平他去河南南洋 对吧 然后去了一个公园 然后见到了很多所谓的群众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脱口而出 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 我看了他说这个话以后 我觉得非常吃惊 你知道大家可能也会很吃惊 就是那些群众可能也非常吃惊 他们心里肯定想 不是你们安排我们过来的吗 不是你们安排我们过来 跟着党着呢 对不对 你怎么问我们这句话呢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习近平这么问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 他是为什么 原因在哪 是习近平故意的吗 肯定不是啊 习近平应该也知道 这些群众就是被安排 他能都知道吗 如果他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 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事可就很大了 对吧 习近平到哪 他的这个保安规则都是一级的 都是最好的 不可能就随便安排一些群众 就去跟他这个见面 对不对 万一有哪个群众出来喊个口号 怎么样 离习近平比较近一点的话 这个事情习近平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他就是一时忘了 他觉得可能啊 这就是一些普通的群众 他忘了 我觉得就是他的大脑 转速或者记忆力不太好 这是我的判断 不可能是就是明智顾问 那这样的话 不仅这些群众会出丑 他自己也会出丑 对不对 就像什么似的 我跟 我跟一个人约好了 我说你周日 下午四点到我家来 我请你吃饭 然后四点人家过来了 按门铃 我一开门 第一句话 你怎么来了 你说人家会怎么想 就这么 就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这还不算完 大家再往下停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就是 说你们 就大家这意思吧 你们像诸葛亮一样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那你说这些群众 肯定心里面 就在想了 对吧 我们都在这排练好几天了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对不对 要跟你保持 这个什么样的距离 我们都在这练了好几天了 你过来说 我们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对吧 像诸葛亮一样 你这不是羞辱我们吗 他们可能心里会这么想 对不对 就像这个朋友来了 我说你怎么来了呢 然后他心里可能想 不是你让我来的 然后我接着说 我说 哎呀 你是真是能掐会算的 平时我还不在家 对吧 就今天下午有时间 我就可加了 你就来了 你真是 这个能掐会算 你说对方会什么心情 他会怎么看我吧 他求我 他会什么感觉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基本上就差不多的 然后这还不算完 其实群众已经很尴尬了 如果习近平这个时候 他大脑比较敏捷 他应该能感觉到 这个气氛不对劲 他可能就 很多事情吧 他可能就要去说别的 对吧 我来到南洋很高兴 见到你们很高兴 这些话都可以说吗 没有 他接着就问了说 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对不对 你们是干什么工作 那你说 这还用问吗 肯定我觉得 那就是一些公务员 对不对 就是这个南洋市政府 对吧 这个精挑细选的 根正苗红的 经过一些审查的 一些公务员 对不对 他们这个南洋市的 市委书记和市长 他们也还怕丢官 万一 你要是哪个群众 对吧 不可靠 他做出一些 就是不太合适的举动 那这个事情 可就吃饱兜着走 那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不对 那习近平能不知道吗 他就是在这个体制里面 待了这么久 他问出这样的问题 你们是做什么工作 对不对 这事都很奇怪 你知道吧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群众 你说不回答也不好 有个人说 我是搞摄影的 搞摄影 到这就行了 就别再问了 你还问 你说习近平 他还是没回过味儿来 他说 你搞摄影的 你怎么没有相机 你说到了这种程度 你说就是这个事情 对话连 反复连了这么多次 对吧 但凡是你大脑比较敏捷 然后思路稍微清晰一点 对吧 你看这个局势不对 对吧 这都是这些群众 我不能再这么问了 再这么问 就是等于说是自己 把自己变成一个大笑话 让人家看了 那人家不是还问 你怎么没有相机 然后这些群众就有点懵了 我们是都是群众演员 你问问有没有相机 然后有人说了 我们用手机拍摄 反正谁知道 现在可能手机质量越来越好吧 用手机搞摄影 可能也行吧 谁知道 反正整个过程 大家仔细去回想想这个事情 他绝对不是说 习近平就故意的去这么说 那这样太没面子了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大脑的记忆力 或者他大脑的反应能力 很多方面就是越来越老化了 就趋于老人 就有点老太隆忠的这个样子 对吧 这么多年 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习近平的变化 变化特别特别大 从18大以后 那时候我就开始集中观察他 他现在整个不论他的眼神 他行走的这个姿势 说话的这个敏捷程度 包括最近他的这个照片里面 看白头发也越来越多 真的是越来越老 当然这也是一个必然 特别是这几年 他这个权力集中的特别明显 就是什么事 事无巨细 事无大小 都好像都要他来自己来决定 是吧 国内的国外的 体制内的体制外的 然后包括什么经济 政治文化等等所有的事情 都由他自己来决定 那你说这事他得有多累啊 得多少事是不是 你说他那个整个那个精神状态 身体状态 不断的走下铺路 这简直就是没有疑问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他周围没有 几乎没有帮手 没有人帮他 对吧 就是我们能想到的 就是好像 就是栗战书或者刘鹤 但刘鹤 现在好像跟他也 关系也出现了问题 是我们从媒体上 可以看到这一点 包括刘鹤的那篇文章 别人拿出来 包括好像有美国媒体说 可能这个胡春华 将要取代刘鹤 去跟美国去谈判 这个事情 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他已经没有什么帮手了 这刘鹤可能距离也跟他远了 特别是提到这个胡春华 这个事儿 我觉得就更能看到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就更能看到 习近平身边没有人了 为什么 胡春华很多时候 大家把他当做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当年他和这个孙政才 两个人人气很旺 当时大家都觉得 他们将在下一届 这个政府里面 代替习近平和李克强 但是习近平不是要搞连任吗 然后中间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把孙政才就拿下去了 大家觉得胡春华 可能以后 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传出这样的消息 说胡春华要代替刘鹤 如果这个事是真的 那就说明 习近平身边 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用了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你周围没有人 你管靠自己去那么做 那这个事太难了 所以他的压力 他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说 现在中国这个事情多复杂 他就需要 刚才我讲的 需要这个人 他的脑力 非常的强 才可以 你说人家给你报道一件事 对吧 你说你把这事听明白 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像我做这个视频 把一个事研究明白 他到底是什么 都已经很不明白了 就很不容易了 就需要你脑子非常好才行 然后呢 你还得看到 就是说这个事情 他 你的下面的人 有没有跟你说谎 对不对 有没有就是参加一些 不真实的东西 因为下面的人 根据各种各样的利益考量 他可能有些话说的是假的 这个时候你还得区分 那这就非常不容易 更不容易 对不对 那这些吧 我觉得还都 还都算比较好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 你得找出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是最难的 对吧 就是说 就是没钱了 经济不行 你说怎么解决吧 怎么办吧 这个事情是相当相当难的 所以说呢 习近平他随着年龄的增加 然后权力集中以后呢 很多很多事情吧 都需要他的大脑判断处理 他的大脑呢 一点点老化 可能呢 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漏洞 然后就出现很多误判 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年 然后呢 出现了很多问题以后呢 大家都不想就是 替习近平承担责任 大家都远离习近平 习近平又更孤立 那么他就更累 更累以后呢 就进入到这样一种 非常不好的这种循环当中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一个现状 就是我以前在企业里面 就是说讲课 就看到很多企业高官也好 还有企业老板 就是看着他们几年之内 头发就变白啊 你知道吗 一个企业尚且如此 那一个国家呢 习近平他就这么弄下去 那真是很快就要 这个灯枯油尽呢 这体力是耗不起的 脑力更是耗不起的 咱们就慢慢看吧 今天聊这么多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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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